在社交媒体当道的时代 除了要确保政策准确地下达基层 公务员也必须秉持专业精神 理性管理社媒 不把私人情绪投入其中 不仅如此 还要时刻警惕非法内容的存在 如果稍微不留神 便会对部门机构和涉及人士带来冲击 官方社交媒体管理应用 2022年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内容指南 对公务员极其重要 因为它涵盖了使用社媒平台 所需的自律和道德操守 通讯及多媒体内容论坛 总执行长梅蒂哈玛默表示 公务员在管理社媒时 一定会接触到很多不实言论 有些是子虚乌有 有的则恶意抹黑 难免看了会心情鼓躁 但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更应该保持冷静 专线专业和自律 媒体也指出 在管理社交媒体平台时 需要有同理心 并且考虑到对社区 家庭和自身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另外随着人工智能内容 被视为混淆视听 而且常常引发假新闻的问题 他说团队已经听取业界反馈 同时也会评估内容指南是否完善 这项在2004年第一次发布的指南 概述内容创建和管理的 最佳实践与道德标准 直到前年做出感性 纳入对电子内容 特别是广告审查 还有对自杀案的报道守则 马星社电视采访报道